字幕提供 林鄭競選的宣傳口號就是We Connect 中文就是同行 在中文中被人笑他是抄曾俊華 曾俊華也有人說他抄張超雄 張超雄在立法會競選時與公義同行 中文就有人說他抄 英文也有人抄 這個抄就非同小可 多事的網民也能找到 We Connect原來是一個情趣APP 什麼叫情趣APP 原來是可以遙控 一個震動器的APP 給男女朋友也好 男男朋友也好 女女朋友也好 又或者夫婦 增加性趣 當然如有雷同實俗巧合 不過你也看得到他們背後的團隊 林鄭的團隊極之不小心 究竟他做競選口號的時候 其實現在網上那麼方便 我查到也查到的 We Connect是什麼來的 很容易查而已 如果你查到之後 是不是也要想一想 會不會引起很大的 不大不小的爭議 尤其是 跟性有關的爭議 其實都 令人覺得有些題笑皆非 將焦點轉移了 你反映到 林鄭背後的公關 真的 真是很不行 雖然我很多人都認識 而且有些很熟 真是很不行 好了 這不僅是公關的問題 林鄭本身很簡單 公關是包裝而已 包裝是賣東西 要賣一件貨品 貨品正 包裝得好 才會暢銷 如果那件貨品不正 你怎樣包裝也很難 很華麗的禮盒 製造一些東西 又髮毛 又重駐 又發臭 你很難賣得出 林鄭在她的做事大會 或者競選分享會 提出 一些所謂的新的東西 用新字來做口號 除了Reconnect 例如她說 管治新風格 政府新角色 以及理財新哲學 我昨天也評過了 究竟是什麼 似乎 沒有餡 別人會問牛肉在哪裡 除了牛肉在哪裡 你會發覺 昨天的大會 出現的人 出現的人物和新字 完全是價格不入 傳媒在現場 金睜火眼 去數究竟有什麼人 還有競選的班子 資深顧問 主席團成員 競選辦副主任等等 當然有什麼人 我覺得可笑的地方在哪裡 可笑的地方 一開場的時候 有一群年輕人 同行 青年團隊 大家在這裡做 年輕人的手勢 拍照 但是 這群人 這群人 是完全沒有名無性的 是誰打誰 我們真的不知道 除了她在大會 台下有一個 年輕的綠製司發言之外 其實這群年輕人 算我坦白 算我不客氣 給她的血液環繞不如 是吧 站在做什麼 她曬冷不是曬這群 這群無票 曬冷就是曬 大媽殺 大娟貴人 在現場 大家數過了 即是說有 這個 白白人 連興的活動 報警版 但是出席的選委 人們看過 超過150人 換句話來講 如果這群選委 每個人都要提名林鄭 林鄭就應該 舊票入閘 胡蘇貞現在 打這個悲情牌 好像只有四個還是五個 有牌都未到 不過她說充滿信心 這筆下一節再說 那有什麼人在現場呢 如果你要數商界 有 余鵬春 有孔令成 有黃永江 李秀行 黃志祥 這些 商界的地產 大亨 這樣 還有一些專業界別 漁護界 漁龍界 也有全國人大代表 譬如 查史美麟 鄭耀堂 陳志思 陳振斌 陳勇 等等 也有政協 盧雲端 佛振廷 胡定旭 許榮謀 紅祖行 吳剛正 劉俊義 王國強 陳晶霞 李文斌 鄉議局 張學鳴 選擇重蓮 而且 議員 例如張學軍 梁志祥 何俊賢 何君堯 陳振英 吳永基 姚詩榮 有些名字 讀完後 都不要連繫到他的樣子 因為 新入去的議員 現在非選位 我昨天也數過 有劉千石 有任志剛 有夏佳利 比較新鮮的 是前廉政專員 也是一個 很資深的AO 如來清平 好了 我數這些人的名字 目的是什麼 大家是不是全部打哭了 這班人的名字 給我的感覺 是 梁振英的支持者 基本上是梁振英的班底 是梁粉的班底 你可以說不是 他說不是 有人數過 當年是提名給唐英年 無論是提名給唐英年 無論是提名給唐英年 提名給梁振英 最後投票給誰 可能都是投票給梁振英 大家一吹雞一吹雞 全部都轉了 其實這班 都是在香港 建制裏面的舊人 是代表 舊利益 舊勢力 舊秩序 完全談不上身 林鄭 數過幾件新事 管治新風格 政府新角色 和理財新哲學 市民 如果那班選民 投票給他 提名給他 去現場站台 OK 不要說年紀大還是小的問題 全部都是 舊人 是一班 在香港的既得利益的舊人 無論在地產 在專業 在飲食 在其他商業的 界別裏面 甚至在青年界別裏面 都是一班舊人 你問他 怎樣可以做到 所謂管治新風格 怎樣可以做到 政府新角色 怎樣可以做到 理財新哲學 是嗎 他太多梁振英影子 不過 這是無可避免的 為何無可避免 因為他本身 是中聯辦捧出來的 他開宗名義 要延續本屆政府 的路線 的方針政策 雖然他後來 很努力去撇清 他不是梁振英的2.0 不是梁振英的路線 但是 沒辦法 他怎樣撇清都好 一開始的頭 他告訴大家 他是梁振英指定的 置板人 幾乎 而他會延續梁振英的路線 而他的支持者 亦都是來自中聯辦 來自梁振英的 舊友的支持者 整個班子 整個背後的 利益集團 全都是救人 試問 我們對他可以有什麼寄望 他不是梁振英2.0 他不是瑜伽包換的 女版道89 林鄭會是什麼 大家會不會有任何一絲的寄望 他有機會上台之後 在香港會有一番 新的風氣 一番新的事業 可以帶得出來 就算 我認為 不是說 政策什麼 我們沒有寄予希望 什麼很大的希望 即使是鬥爭路線 我認為 如果 如果 林鄭是中聯辦捧出來的 1200個選委 支持她的人 大部分都是中聯辦的支持者 都是救人的時候 那個鬥爭路線 我相信 繼續會延續 梁振英式的鬥爭路線 大佬 你想想 他真的會當選 那個局面會變成怎樣 大家有沒有想像得到 是不是都相當可怕 去看 我們要來 打招呼